曾国藩传奇的一生 出生 家庆十六年十月十一 一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曾国藩生于湖南省长沙府乡乡县 入名宽一 祖父曾玉平 一七七四到一八四九 虽少文化 但阅历丰富 父亲曾林叔 一千七百九十到一千八百五十七是长子 母亲江氏 一七八五到一八五二 育有五子三女 其中四子先后参军 柳一子在家是农 但参军四兄弟已有二人殉职 曾国藩排行第二 是长子 上面有一个姐姐 曾林叔是书师 屡是不定 年近五十方才重秀才 成为生缘 曾林叔自存功名仅能及此 从此在家乡一息一役 再陪长子曾国藩科考 曾国藩五岁起盟 次年入家书立建斋 道光六年 一八二六年 春 应长沙府同此事 名列第七名 道光十年 一八三零年 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 一年后转入香香联宾书院 道光十三年 一八三三年 秋 应香香县市 考取秀才 道光十四年 一八三四年 曾国藩进入长沙著名的岳路书院演习 同年参加湖南乡市 重地三十六名举人 并动身入京师准备来年的会试 道光十五年 一八三五年 曾国藩会试未中 欲居京师长沙会馆读书 此年恩科会试再次落地 于是返回长沙 于同乡刘荣 国松道等 居于香香会馆 出入仕途 道光十八年 一八三八年 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 忠于忠试 殿市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 侧同进市出身 并成为林则徐政敌 主张鸦片上睡免禁的满人军机大坟 穆章阿的得意门生 炒考列一等第三名 道光帝亲拔为第二 选为汉林院数级时 道光二十年 一八四零年 散官考试 名列二等十九名 受汉林院检讨 道光二十三年 一八四三年 升市奖 同年 出任四川乡市政考官 年底 充文渊阁校理 道光二十五年 一八四五年 升市奖学士 不久 同年近世李文安之子李鸿章 入京会试 投其门下补习授业 并投诉孙国藩 北京宅邸至少一年 道光二十七年 一八四七年 省任内阁学士 加礼部侍郎贤 道光二十九年 一八四九年 受礼部又侍郎 不久 属兵部又侍郎 为军级大臣 穆章阿门生 又从窝人 唐建 讲习城珠道学 围剿太平军 道光三十年 正月十四日 一八五零年 二月二十五日 道光帝在 圆明园去世 道光三十年 正月二十六日 一八五零年 三月九日 咸丰帝即位 同年十二月十日 一八五一年 一月十一日 洪秀全在 广西发动 今天起 太平天国运动 正式爆发 咸丰继位之初 为塑造贤帝的形象 夏文广开沿路 鼓励大臣们 直言禁剑 道光三十年 一八五零年四月 曾国藩上 敬臣盛德三端 预防留必输 指出咸丰三剑不适 咸丰帝将奏折 怒至于帝 幸好军机大臣 齐倦早解围 对咸丰说 主圣臣真啊 可喜可贺 接着在一年之见 脸上映照 陈炎书 调陈日奖 事宜书 议太兵书 位臣民间几古书 和平吟架书 等多道奏书 全面深入地指出了 清朝面临的 种种危机和问题 建议咸丰大刀阔斧 彻底改革 一八五二年 丁母幽回籍 圣母将是去世 此时 太平军已经攻入湖南 气势正盛 咸丰二年底 一八五三年一月 曾国藩接到帮办湖南团练址 经郭松道立犬 离家前往长沙 与湖南巡抚张亮基 商办团练事宜 曾奉命帮办团练 后扩编为乡军 一月后 太平军攻占江宁 锦江苏南京 定督于此 改称天津 曾国藩依靠师徒 亲戚 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 以湖南同乡为主 方校已经成军的雏友 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 并整合湖南各地武装 成乡军 咸丰三年 1853年8月 曾国藩获准在恒州练兵 繁枪炮刀锚制模式 繁枪蒋鲁之位置 无不公自掩饰 单捷私利 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 筹建水师 咸丰四年 1854年2月 湘军练成 汇集湘坛 曾发布讨阅匪习 攻击太平天国运动 是开辟以来 名叫之鸡变 开始领兵进攻太平军 4月24日 太平军林绍章 分兵经冥乡 攻聚湘坛 逆南北夹击长沙 4月25日起 尤塔吉布带队率陆军 彭玉林带队率水师 一起攻打湘坛的林绍章 湘坛战役正式打响 期间 曾泽亲率40条战船 与800名乡军师出征 却在进港水战中府 被太平军石翔真部大败 曾悲愤无言之余 投水寻死 被幕僚张寿林救起 但姓齐部塔吉布和彭玉林 4月27至30日 在湘坛大败林绍章部 太平军水路皆错 损失将士近万名 湘坛战役是太平天国西征中 太平军与湘均的首次战略决战 既是湘均成军后出兵的首次大劫 也是太平军西征以来首次严重溃败 湖南战局于是逆转 湘均气势大胜 遂由防御转为进攻 又战越州 即出境作战 十月 曾攻陷湖北武汉 咸丰帝大喜过望 对曾国藩加恩免罪 并令曾属里湖北巡抚 升塔吉布为湖南提督 然而大学士齐眷早禁言 称曾国藩以侍郎在即 尤匹夫尔匹夫居履里 一呼 崛起从职者万余人 恐非国家府也 咸丰帝收回成命 接着加兵部侍郎贤 帅部东下 破田家镇 1855年初 曾攻江西九江 湖口 不久水师败寂 武汉为太平军客户 遂困守南昌 咸丰七年 1857年 父亲曾林书去世 顶忧回籍 咸丰八年 1858年五月 曾占领九江 太平军将士 一万七千人战死后 攻占九江 进屠城中移民两万 十一月 曾所派里去宾部 在安徽三河镇北间 后一度受困于安徽奇门 咸丰十年 1860年 湘军围困安庆 1861年九月 曾都其地曾国全部攻陷安庆 安庆破城 劫略殆尽 图四万余 1861年九月 湘军顺江而下 十一月 曾奉命统辖江苏 安徽 江西 浙江四省军务 巡抚 提阵以下 西规节制 1862年春 曾为协办大学士 前左宗棠 与外国人进攻浙江 李鸿章 构结外国人 攻取苏南地区 曾国全部围攻天津 攻破五虎 1863年11月25日 曾国权 进扎成天津东孝陵位 同志三年 1864年7月 曾破天津 19日 湘军攻破天津 对无辜平民 展开屠杀与抢掠 当时的南京城被烧毁 平民死伤无数 南京人嫌恨湘军 称曾国藩为曾剃头 曾屠户 曾国权被换为曾老韬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创所所长 郭廷仪在其所著 近代中国史纲 尹赵列文 能禁居日记记载曾国藩帝 曾国权率乡军 攻入南京城后的情景 乡军贪掠夺 颇乱舞 中军各永流营者 皆去搜阔 沿街死尸十之九接牢者 其右还未满二 三岁者亦被戳以为弃 匍匐道上 妇女四十岁以下者 一人聚无军被掳 牢者负伤或十余刀 数十刀 哀嚎之声达于四方 凡此均为曾国权 牧有赵列文目睹所计 总计死者约二 三十万人七月 曾国权赏太子少保 一等伯爵 此起曾与平定 太平天国战功居次之 湖广总督官文 双方形成集团 政争白热化 八月 奏准裁撤乡军 两万五千人 四强运动 前锋十年十月 曾国藩接到秘址 俄罗斯使臣会见公亲王 一时称 太平军在江南等地横行 俄国院出兵三百人 在水陆与清朝陆军联合作战 并从南方采办米粮 运地金金 咸丰帝举棋不定 特发六百里快递 征求曾国藩等大臣意见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曾国藩上成 遵旨复奏 借俄兵铸角逆 以待遇南草者 认为俄国派兵帮忙 这一点要断然拒绝 至于帮忙运输米粮 可以接受 建议可以暂时借及洋人之力 引用未远的 事宜长计 以质疑思想 提醒将来 事宜至一艘炮制船 有可期永远之力 咸丰帝连下两道圣旨 一 在京城新社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二 同意曾国藩派人去外国购买机器 洋枪洋炮 一遍学习 一八六一年 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静内军械所 自主制造洋枪洋炮 一八六三年 曾国藩与荣宏 商议创办机器厂事宜 为派出国购买机器 创办学堂 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等洋务运动 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六六年 曾与李鸿章依靠外国人在上海 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 直立总督 一八六五年五月 曾奉命督办直立 山东 河南三省军务 镇压碾军 七月 曾进驻安徽临淮 悬移驻江苏徐州 曾先后提出以静之动 在临淮 济宁 周家口 徐州等重点地区驻兵设防 令地主尸身修筑为寨 实行兼壁清野 彻底清查 建立马队等策略 一八六六年下 主张东以运河 西沙河 甲路河 南以淮河为防线 北自诸仙镇至汴梁和黄河南岸 挖豪设防 以围困碾军 九月 开封南面卢花岗堤墙为碾军冲破 河防计划破灭 十二月 回两江总督援任 同志七年 一八六八年 八月 曾改任直立总督 同志九年 一八七零年六月 天津教案 曾奉命前往查办 屈从法国人 杀害两民二十人 冲军二十五人 受到社会舆论谴责 曾国藩十分惊恐 甚至出发前立下遗嘱 他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 因此主张对外让步 曾国藩发布与天津市民的告示 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 借其误在其事端 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规犯 引起天津深民的不满 处理天津教案 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 全国舆论大花 自经是极各省 皆斥为谬论 坚不肯信 朝廷官吏 及民众舆论均试为不满 狗立之声大作 卖国贼智慧号竟加于国藩 竟是湖南同乡 有隐为乡人之大尺 甚至直接称其为曾国贼 回任两江 同治九年 1870年九月 曾调任两江总督一 703 两江总督马心仪 被平民张问祥刺杀于后 慈禧太后命曾国藩 再任两江总督 前往南京 审理该案 逝世 同治十一年 1872年正月 脚步抽筋 并且有十语异状 自决大县将至 2月初四 3月12日 曾国藩在金陵总督 原门病逝 享受61岁 2月12日 朝廷奉上欲追赠太夫 嗜好文正 其家族后代 多出官宦 如曾继泽 曾广军等 后人评价 曾国藩一生赌号学问 作文每日不错 是名副其实的儒家士大夫 欧阳赵雄说 曾国藩一生三变 早年讲理学 办理团练军务时 讲深海 后学老庄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立 曾被辛亥革命后的 部分革命党人 视为开就地政法之先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由于各种政治原因 对曾国藩等封建时期的人物 大加斥责 但自文化大革命后 学术界政治气氛下降后 对曾国藩的评价 日趋活跃 不乏在狱之声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 曾国藩已患重病 李扬帆认为 曾国藩实际上死于处理天津教案 导致的精神打击 在如履薄冰的对外关系处理中 他的忠 信 赌 净 四次秘诀 唯能挽救自己的名声 乃至生命 梁启超 在曾文正公家延超序内 指曾国藩 岂为近代 该有史以来 不一二 赌之大人也已 岂为我国 亦全世界 不一二 赌之大人也已 然而 文正故非有 超群绝伦之天才 在病时诸贤结中 称罪顿着 其所遭执事会 亦终生在止逆之中 然乃立德 立功 立言三不朽 所成就镇骨朔金而莫语经者 其一生得力 在立志自拔于留俗 而困而知 而免而行 立百千奸祖而不错曲 不求尽孝 诸姬寸累 受之以虚 将之以擒 执之以刚 针之以横 率之以成 勇猛精进 艰苦卓绝左宗堂 对曾国藩的晚联 知人之名 谋国之忠 自愧不如远辅 同心若今 功错若实 乡其无负平生 民国著名的 清史学家 萧一山 将曾国藩 与左宗堂对比 国藩以谨慎盛 宗堂以豪迈 圣云南的 蔡厄将军 对曾氏 以爱兵 来打造仁义之师的 治兵思想 推崇备治 待兵如带子弟一语 最为词人贴切 能以此存心 则古今带兵格言 千言万语 皆复之一句 徐忠约 在中国近代史中 如此评价曾 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 聘歌 及个人修养 很少有人 能与匹敌 他或许是 十九世纪 中国最受人敬仰 最伟大的学者 邢冠元 他随后说到 为了满清 一族统治者的利益 背叛 击屠杀了同胞 许评论到 曾国藩虽然并非才华横溢 但却是一位坚持信念 自私不倦的世人 在拘留京城期间 他与一些宋派理学的 首要人物交友 并从他们那里 获取了对境 乃合约的领悟 这些信念 运用到实际事物中 即意味着 处变不惊 脸眉不惧 和物识客己 他在日后的生涯中 将大大利于这些品格 中国现代史上 两位著名人物 蒋忠正和毛泽东 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说 予以所谓本源者 畅学而依 博学如基础 金人无学 故基础不厚 禁具清净 予于近人 独服曾文正 观其收拾弘扬仪 完满无缺 实以金人义其位 岂能如比之晚满乎 即使在晚年 他还曾说 曾国藩是地主阶级 最厉害的人物 蒋忠正对曾国藩 更是顶礼膜拜 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 足为无人之师资 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 所必读 他把曾胡治兵语录 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 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 长治暗旁 终生败读不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